明杰剛剛講到 美國商務部這一次再度封殺12家中國企業 主要的標的射擊的紅線 都是跟核武飛彈還有量子電腦相關 那主要的原因跟目的 仍然是在卡解放軍 對這次美國商務部 那當然公布這些所謂的制裁的黑名單裡頭 那他其實直言講說 這幾家中國的這個公司 嘗試取得美國技術 那支持中國軍方運用 那運用在哪些部分 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講說協助這個在這個量子電腦上面的一個破解加密 這樣的一個能力 另外同時也可能開發自己不可破解 遭到對方這個破解加密的技術 那還有另外最特殊的是他也提到說 這包含了這個反逆中雷達的技術 還有包含像這個量子技術 用在這個反潛上面的運用 那這些說法其實我想都起來有致 一定有相關的情質 發現這個中國這些公司可能利用軍民共用的方式 在竊取美國這些情報 那我們回到這個中國到底在量子科技上面 主要是用採取什麼樣的戰略 我引用這個2020年去年10月 習近平出席一場 這個中共內部量子科技研究運用的第24集 第24次集體學習的這個會議裡面 他的講話 他強調說要借進國外做法 那找出中國量子科技發展的切入點跟突破口 要借進國外做法 其實講的已經非常的明確 那透過這樣的方法來強化 中共內部 這個量子戰略性的新興 產業的一個發展 那在今年的3月5號 又再次提出 這個包含像145計畫裡頭 就把AI跟半導體中間 也加列了這個量子技術 把它當成重點對象 那量子技術在解放軍內部 目前的一個發展狀況 剛剛講到美國商務部 其實點得非常清楚 有兩大重 三大重點 第一個是量子電腦 第二個其實就是量子雷達 第三個是量子的反潛的一個技術運用 那這三個運用 其實看起來 中國內部的確已經開始在發展 量子電腦的部分 剛剛講到說 非常可能用來這一個破碼 這個竊密 那竊密可能包含竊取軍事科技 還有包含像這一個人員的情報 這些都可能對美國國安造成非常大威脅 至於量子雷達 其實已經在中國內部傳了非常多年 它可以運用在什麼 反逆中的能力 也就是說 今天我們看到美國這個權力在發展 反逆中戰機 那解放軍除了自己打造殲-20 逆中戰機之外 那如何去偵測 這一個F-35或F-22 這種RCS 非常微小的這樣的一個目標 那當然他們開發出 也運用量子的一個技術 那等於說 這個用一個叫做量子 這個糾纏的原理 就是量子 這個兩個量子 這個在不管多遠的距離 都會相互糾纏這樣的一個原理 那去開發出 這樣可以有幾型叫做這個單光子量子雷達 還有包含像干涉式的量子雷達 還有包含像量子照射雷達 那它的好處是說 這個量子微波 它自己本身 這一個被發現的可能性也不高 那又可以有比較獲得比較高解析度的能力 那等於某個程度可以破解 美軍這個逆中戰機的相關 可能對中國的威脅 那當然這個部分也是美國商務部所關切 那另外還有一個最新的 就是說在反潛技術上面的運用 傳統上來講這真潛上面不管是用深雪或光學 那光學已經算是相當先進 那也就是說傳統用這個水下的深鈉探測也好 或者是用這個磁性探測儀就MAD 所以你看到反潛機這個尾部會 跟長長的磁性探測儀不斷的在海上盤旋 就是在探測透過磁性探測真潛 那這樣的這個技術 現在又最新開發出所謂的超導量子干涉儀 那這一型的超導量子干涉儀主要是可以消除水下的這個背景 磁力的雜訊 那對於這一個美軍這個經驗效果非常強 特別是海狼級只有95分貝 維吉尼亞級大概只有100分貝來講 可能具備一定程度為這個威脅 那同時過去用這種磁性探測儀 用反潛機在這個海面上掃最多探測距離 大概不會超過500公尺 現在透過這種所謂的超導量子干涉儀的話 他的探測距離可以遠到6公里資源 那同時解放軍可能也在開發一型叫量子重力儀 可能可以把它搭載在衛星上面 那可以檢測水下的整個重力場 透過這些新的一個量子技術 可能對於美軍水下的戰力 特別是潛艦或者是逆中戰機 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 所以這個部分的確為什麼被列為黑名單 當然美國商務部 當然也跟美國國安單位是有合作的 這個部分當然全力在阻止 這個中國可能竊取類似的量子技術 那美國的專家認為說目前來說量子科技 基本上基礎科學的研究上面來講 美國跟歐洲還是領先 但是很擔心中國獲得這些技術之後 拿回去加速開發 未來類似的量子雷達或者相關的技術 可能部署的時間可能就會超越美國 這樣的威脅是存在的 那同時當然水下這個戰力的一個強化 我們剛剛講到說美軍現有的核動力 不管是維吉尼亞籍甚至海狼籍 或者是洛杉磯籍籍 現在他準備要全力加速開發 SSNX下一代的一個核動力潛艦 那根據美國國會處的一個相關訊息顯示 下一代核潛艦造價也非常的昂貴 基本上一艘來講就是55億美金 那折合台幣將近1500億的美元 那以現在維吉尼亞籍來說 造價已經逼近800億台幣這樣的規模 所以這樣子其實等於是兩倍的 過去的維吉尼亞籍的價格 那這樣的潛艦 未來當然他主要目標 是要搭載更多的魚雷 目前來講海狼籍可以搭載50枚 已經是極限 那未來可能會增加內部空間 滿載可能水下可以到這個9100噸 但是這個可能透過其他各方面的 一個設計的調整 會讓他可以搭載超過50枚的魚雷之外 還可以搭載這個無人的潛航器 那也具備更安靜或逆中的一個能力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美中雙方 不管是用量子科技 或者是水下的潛艦各式逆中的技術 相互的都在這一個進行 這個科技上面的對抗跟角力 好 我們稍後回來